这条猫的长相 数十过于随意了 以至于那么多帖子 整了一些很新鲜的名字 那些说没看够的帖子 后期有的看 但今天的主角不是他 是即将来到这个缸里面的一对新虫 前段时间我被一位博主的这条视频给种草了 太飘逸了 宛如水中仙子了 我这个人吧 要是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 他就会一直惦记着惦记着惦记着 要是在能力范围之内 那他不就来了吗 活鱼 那不必须是活的 这个人吧 千万别掉入鱼坑 否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中 多了三大乐事 开杠 买鱼 瞎折腾 而且呢 你会发现 整天在家地不脱碗不洗的人 那家伙刷缸换水洗棉 整天忙的一个叫不亦乐乎 总结一点吧 这个男人买鱼 就和女人买包是一样一样的 包之百病 养鱼养心 根据数据显示 现在养鱼的人是越来越多 而且不分男女老少 说到底 就俩子 热哎 就像这个蝴蝶鲤 我是确实喜欢 打仙鲤的喜欢 好像有人把蝴蝶鲤 誉为水中仙子 到我这里 他就不能光水中仙子了是吧 王子也得给他整来 整一队 都活的 后果袋子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两条鱼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昨天发今天到 速度很快 其中有一条鱼 好像带着胎记 先过温 泡带过温 然后过水入缸 再让大家欣赏它的美 说这个空咱们来喂一下这个独角加地宝田 很多帖子管它叫兔唇猫 兔唇都形容不了它 兔唇吐得太严重了 放点泥鳅段 之前给它放的那个旁皮 你们都说它抓不到 我现在给它放点泥鳅段 你们谁给我钢里传锡了 瞅着钢里造呀 也能吃 黄猫不吃 这玩意状态还是不行 很多帖子都说了 他说这个奇形猫很难养活 怎么说呢 我尽力 他贴命 能不能养活看吧 再养不活咱们不整了 第一个就没活 他脸都吃的 这玩意状态还是不行的 诶 我是不是看左眼了 再吞一个 可以了 鱼的鸭只要开口 正常为时 活的几率就特别特别大 保温锅水完成 这点玩意状态我已经心心灵灵好久了 手泡一下 抓起来给你们瞅一下 轻一点 这小肥肚子 漂亮 来 先入一个缸 走啦 这到缸里就是不一样 袋子里面有点灰暗 到缸里面都是亮白亮白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 从袋子外面看好像带了胎记 这个头 有印记的 这个肚子好像还要飞 走啦 哎呀 真是爱了爱了 我认这两条吧 肯定没有前面视频中的那条飘逸 尺寸呢也不大 展开20公分左右 第一次养这个蝴蝶蝶 也不知道这两条的品像 能不能符合铁子们的审美标准 还有 刚才闯钢的那条红纹刺球 我怕耽误他脸 直接移出去了 哎呀 这红纹刺球放在这个白钢里面更黑了 念你闯钢有功 赏个虾 你们看看这红纹刺球怎么吃虾的 什么牙鱼狗头 都没着红纹刺球吃虾熊 整吞 不存在什么死亡翻滚的 就这样 没了 厉害吧 看的就是很弱的样子 但是吃东西一点都不弱 特别是对虾一口吞